- 无论南海或台海,由亚洲到非洲,中美在军事上擦枪分火,的机会越来越多,美军前将领更加预言,世界两大强火难免一战,倘若如他所言,现在刹车还来得及吗? 德国媒体报道,10月24日,在波兰举行的华沙安全论坛上,美军驻欧洲部队前司令霍奇斯预言,中美难免一战,我认为不出15年,这并非无可避免,但中美非常有可能开战,霍奇斯认为,美国需要投放更多精力,捍卫其在太平洋区域的利益,因此欧洲盟又需要加强自身国防应对俄罗斯。 他说美国没有能力在欧洲及太平洋,完成所有该做的事,来应付中国的威胁。 霍奇斯在2014-2017年出现美军驻欧洲部队司令,现来华盛顿智库,欧洲政策分析中心,CEPA的战略专家,华沙安全论坛一连两天举行。 做上课主要是中欧的领袖,军事和政治专家,聚焦中国不弃北约的自然美国转移其处理地缘政治议题的优次,特朗普也多次质疑西方军事联盟的作用。 霍奇斯在美国对北约的承诺不会动摇,他很确定特朗普政府把欧洲安全问题视为美国的关键利益,拥有强大的欧洲之祝福和美国利益。 美国领袖都知道,他称特朗普知道,马蒂斯也知道,所以你将看到美国持续投资欧洲,继续培训,派驻轮换部队甚至常驻部队,以应对可能在未来10至15年出现的太平洋战斗。 北约的刚刚展开自冷战以来最大型的军事演习,希望在俄罗斯日益强硬之际展示军力,大约5万名军兵参与,演练在挪威举行,一直持续至11月7日。 自从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半岛后,北约的近4年来,加强起在东欧的军力,美军去年也在波兰成立新的欧洲总部,并调派6000名军兵至东欧前线,是冷战后美军。 在欧洲的最大动作之一,霍奇斯强调,中美军舰近期在南海写绕的事件,只是紧张关系升级的其中一个讯号,美国还关注中国在欧被透过投资机舰以持续窃取技术,目前中国已在欧洲拥有超过10%港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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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